第一集 神秘的大盒子 张聘聘一个晚上都很沉默 她脸色苍白 眼角的余光一直忐忑不安的 盯着后车坐上那个五花大绑的盒子 好像这盒子里面装的什么可怕的东西 随时都有可能揭开盖子跳出来 一个钟头前 她打电话给我 要我载她去一个地方 去接她的时候 就看见她抱着这个盒子从楼上走下来 手里还拎着一把栽花的小铁铲子 车子按照她的要求 是往荒芜的郊外 停在一片漆黑的小树林前 她示意我戴上那个盒子 跟着她走 这盒子很轻 只是一个婴儿的重量 不知怎么的 我感觉那里面似乎有一双诡异的眼睛 在盯着我看 看得我心里发猛啊 屁屁啊 这盒子里是什么 我忍不住问 你知道 潘多兰盒子的故事吗 好奇心是会害死人的 快 快帮我埋掉它 她把铁铲人给我冷冷地说 惨淡的星光之下 她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与惊慌 20分钟之后 我们埋掉了那个盒子 并且在上面压了一块大石头 回来的路上 她依然频频回头 眉梢眼角潜伏着隐约的经济 仿佛担心那个盒子会从土里爬出来 重新出现在后车座上 它诡异的神色 不禁让我后背上爬上一丝凌冽的寒意 第二集 诡异的生日礼物 这一晚上 我辗转反侧 迷迷糊糊中 反复做着一个怪梦 梦见那个盒子被打开了 先是从里面伸出一双惨白的小手 接着就是一颗模糊的小脑袋 下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我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就给警醒了 我刚打开门 张屁屁 就面如土色的冲进来 老风 他回来了 谁啊 我头皮一炸 就是他呀 他推开了石头 从土里爬出来了 他瞪着一双黑洞洞的眼睛绝望的看着我 无语无论词 我忍不住吸了一口冷气 这张屁屁 你盒子里到底是什么呀 我问道 是娃娃呀 不 它是鬼 张屁屁屁竟然哇的一声哭了 十八岁生日那天 妈妈从日本给张屁屁寄来一个包装的非常精美的大盒子 拆开一看 里面是一个漂亮的手工娃娃 令他极为惊讶的是 这娃娃跟他长得十分像 无黑飘逸的长发 白里透红的皮肤 就连略带忧郁 那落寞的眼神都跟他是一模一样 妈妈说 这是人皮娃娃 是特地请人按照他的照片做的 他周身的皮肤都是真的 包括头发 第一次给他洗澡的时候 他抚摸着曲线玲珑的身体 惊叹于工匠的巧夺天工 雪白的智光灯指下 他的瞳孔还会随着光线的强弱 自动收缩 为这张冷漠的脸 赋予了一种微妙的表情 他怀疑 只要给这个娃娃装上一颗心脏 他就会跟他一样 拥有鲜活的生命 第三集 可怕的诅咒 妈妈出国多年了 一直以来 张聘聘就跟同学于立明住在一起 于立明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娃娃 说摸上去的感觉就像是一举干尸呀 张聘聘不在的时候 他总是用一块红色的手帕盖住他的脸 这张酷似聘聘的脸 眼波中流转出 绽放着一彩 令他胆战心惊啊 这人皮娃娃的到来 让张聘聘的生活发生了匪夷所思的变化 凡是他曾经诅咒过的同学 一个个的都诡异的遭到了厄运 先是印小冬骑单车掉进了沟里 再是谢宁宁吃饭的时候 让鱼刺卡到了脖子 还有王平平 就跟他所期望的一样 整个上午都在不停的流着鼻血呢 这人皮娃娃似乎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他可以感应他的意念 并且帮助他实现愿望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在沾沾自喜 直到同桌 卓小妍的死 这才唤醒了他的恐惧 那天呢 卓小妍把一只青蛙塞进了他的书包 当他掏东西的时候 手指一把就摸到了这冰凉滑腻的东西 吓得要死 于是他跳到桌子上大声喊道 我希望你出门就被车撞死 你搞恶作剧竟然吓唬我 一小时候他走到学校门口 就看见他血肉模糊的躺在地上了 他蹲下身子 用手去捂住他滔滔流血的嘴 他怎么都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第四集 恐怖的人皮娃娃 于立明说 其实我早就发现这娃娃有问题了 有一天我明明记得他早上穿的是一件粉色的洋装 可是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居然换上了一套白色的蕾丝连衣裙呢 说这话的时候 于立明脸色白的像纸一样 有汗一点点的从鼻尖渗出来 拼拼哪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他压低了声音 瞪大眼睛惊悸地说 最近 我一直不停地做着同一个古怪的梦 梦里有个冰冷的声音 恶狠狠地对我说 我好闷哪 快把红手帕拿开 这 这是真的吗 张聘聘发出一声惊叫 抱着脚蜷缩到沙发里去 他的眼前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个画面 有一次 他无意中 透过挂在墙上的镜子 看见娃娃的脸 歪向了于立明的一边 目光恶毒 面色猙獰 他吓了一跳 急忙转过身去 却发现 那娃娃已经恢复了原来那副呆板而又冷漠的表情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这只是幻觉 他决定扔掉这只恐怖的娃娃 他不敢想象 把他留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甚至怀疑 他正在实施一种有计划的侵略 首先是他的意念 然后是他的身体 最后 这娃娃会将他取而代之 第五集 一张破碎的脸 将他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 看着环卫工人将他抛到车上去 庞大的滚轮 一点一点点的碾压过他的身体 先是脚 接着是腿 他似乎听到骨骼碎裂的声音了 空气中还漂浮着血液的咸腥味道 突然 他看到这娃娃露在外面的脸抽搐了一下 呈现出一种痛苦的表情来 他惊恐的揉揉眼睛 以为再次出现幻觉了 他仰面躺着 深邃的眼睛冷冷地看着他 盛满了复杂的情愫 那绝对是一双真实的眼睛啊 他浑身冰冷地退下窗口 迎面看见了 于立明站在后面发抖 你 你听到了吗 他说 我会回来的 你们赶不走我 他还说 他不是娃娃 他是鬼啊 张聘聘一夜未眠 天快亮的时候 在迷迷糊糊中 突然感到有一双冰冷的手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身体 同时 有个音测测的声音 在耳边说着 皮肤好滑呀 他陡然间惊醒了 毛骨悚然地弹起来 那个已经被扔掉的人皮娃娃 居然再次出现在了 这个屋子里 只是他全身布满了伤痕 扁扁地 皱皱地 看上去就像一张被揉烂了 又重新拼装起来的画 最可怕的是他的脸 五官不成比例地扭曲着 眼球跟牙齿都挤到一起了 他真的回来了 第六集 重回魔窟 张聘聘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 双颊伸线嘴唇青紫 黑洞洞的眼睛里 盛满了细碎的恐惧 他无助地看着我 有气无力地说 暴了风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们的 就让他跟卓小妍的死 一起成为永远的秘密 可是我低估他了 他既然 能够感应到我的意念 那么就算把他埋到天边 他还是会有办法回来的 他说 跟上次一样 刚才从梦中惊醒 就看见他安静地躺在 那个白色的大盒子里 就像他从来不曾离开过一般 我 我好像摆脱不了他了 他喃喃地说 牙齿咔咔作响 我扶住他的肩膀 故作震惊地说 你别怕了 一种东西出来 总会有消灭他的方法的 对了 立明呢 他还在家里呢 他如梦初醒 一直以来 他对立明似乎都有敌意 我担心 他对立明会有危险 我连忙从厨房里 抓起一把剪刀 就跑了出来 走 咱们回去看看 转身间的刹那 我隐约看见 张聘聘的脸上 扇过一丝古怪的神色 他们住在二楼 房门虚掩着 里面漆黑一片 悄无声息 张聘聘紧紧地拉着我 手心里 钻满了 不知道是谁的汗水 立明 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颤抖的声音 在黑暗里四处碰撞 碎成一地 灯亮了 于立明穿着白色的水衣 站在客厅里 聘聘 这么晚你跑哪儿去了 害得我一直担心你呢 他责怪地说着 立明 那个娃娃呢 张聘聘惶恐地问 仿佛他随时 都会从某个地方 跳出来 咬他一口 什么娃娃呀 你是不是做个梦了 不 不对呀 他刚刚明明就在这里的 张聘聘不可思议地 指着沙发 那里果然放了一只 白色的大盒子 只是里面是空的 他突然跳了起来 恐惧地指着于立明说 我的天哪 你 你就是人皮娃娃 空气在刹那间 凝固成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 于立明的脸上 显现出惊讶的神色 摇了摇头说 你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暴了风 你快杀了他 人皮娃娃 上了立明的身呢 喂 皮皮 你疯了 杀我干什么 是你 是你杀死了卓小颜 你是凶手 张皮皮惊恐地后退 哗啦啦地推翻了卓椅 身后一个花瓶 硬生而碎 砸在他的头上 鲜血 杀石碱 就淹没了他的脸 我想都没想 我把剪刀 插进了于立明的胸口 一分钟 也许有十分钟之久 我们三个人 以不同的姿势定格了 张皮皮满脸是血的 躺在血泊里 于立明 倒在沙发上 我则是不知所措的傻站着 脑海中 一片空白 第七集 真相 突然 我听见一阵阴瑟瑟的冷笑 接着就看见 张皮皮摇摇晃晃的 从地上站了起来 脸上带着一副 无比诡异的笑容 那笑容 在鲜血的衬托之下 莫名的阴森恐怖呀 他死了 你杀死了他 呵呵呵 你知道吗 我盼这一天 很久了 什么 我惊讶莫名 该死的于立明 你不是要跟我争 卓小颜吗 我得不到他 我就要毁掉 一个个的 都要毁掉 他瞪着我 咬牙气齿地说 你这个笨蛋 你真以为卓小颜 是被人皮娃娃害死的吗 不是的 他是被我 推到车轮底下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皮娃娃 都是我编造出来骗你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也喜欢于立明吗 这样很好啊 你们三个人都到地狱里去打情骂俏吧 呵呵呵 他肆虐的笑声里 于立明突然慢慢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手里握着那把剪刀 他泪眼婆娑地说 我一直以来都怀疑卓小颜的死跟你有关 我只是没想到你真的这么狠心哪 张聘聘的笑容 煞世间如烟花般衰败了 其实我在帮张聘聘买那个盒子的时候 就心生一动 后来忍不住回去了一趟 原来那盒子里只装了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 出于好奇 我给于立明打了电话 我们两个都猜不透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于是决定以静制动 真相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鬼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的欲望 一个人过于自私跟贪婪 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其实我多想告诉聘聘 一直以来 我喜欢 我喜欢的都是他 就像他喜欢卓小颜一样 可是喜欢一个人并不是非要去占有 而是应该助他得到幸福 如果他不是那么的执着 懂得放手 那么等待我们的 未必不是一片碧海蓝天